当年岳云鹏抬上拉肚子 被师兄弟嘲笑十年 但如今这种情况 在此出现在师弟的身上 受伤的还是岳云鹏 人有三集 舞台上的演员也在所难免 当台上演出突然想上上厕所时 全场三百多观众催着上厕所 属实不常见 不得不说 久男也是听劝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久男和他乐师哥的背影 一个比一个尴尬 其实久男已经挺能憋的了 因为下午吃的凉面太辣 从上台前就开始不舒服 在台上就一直捂着肚子 本想一直憋到演出结束 奈何妙极能行千里 坏肚子寸步难行 久男越憋越崩溃 就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了 观众们也贴心地催促他快去 甚至往台上扔纸 前一秒还嘴硬的久男 下一秒就奔向了后台 此情此景 怎么能不提岳岳的壮举呢 小岳岳半夜爬起来都得说 我谢谢你物辟 这么丢人的事 咱就别提了 严格来说 小岳岳比久男还要尴尬 因为那时的厕所 是演员和观众共用的 当时就有观众 跟着小岳岳给他送纸 虽然久男没有碰到 如此热心的观众 但他有一个好搭档 恭喜久男 有了跟他乐师哥一样的成就 这么尴尬的是 怕是够师兄弟们 砸挂一段时间的了 张久男石家庄专场圆满结束 发烧39度 带病给大家演出 演出结束后 还要去输液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怪不得郭德纲会这么捧 张久男值得如此 特别是武剑 他知道 这是观众们最期待的节目 补完剑后 张久男都累得站不起来了 这就是张久男 值得大家喜欢的张久男